Hello,大家好,我是Dragon,好久没有录视频了 最近主要是在忙老师布置的一些项目 然后做一些就是叫什么 Team Project就是团队的一个项目,老师布置的 忙了有十来千吧 好多网友在问马上毕业了找工作的事情 今天我就来说一下 MHT它是如何给Software Developer 就是软件编程的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 Intership or Practice 因为在大家在申请到这个学签的时候 他就会给你一个大部分人都会有一个叫做实习工签 实习工签的是两周 两个月 如果你没有的话到学校也要申请 要不然没有这个的话 你就不能申请那个不能在公司实习 嗯 嗯 现在老师是这样安排的 班里面有可能有个不到20个学生吧 18个还是19个我也没仔细说 上了一年了竟然不知道班上有多少个人 哎呀 我的天 嗯 MHT 老师是有一个老师 他会给你把这几十个人的简历 你个人把个人的简历写好了 之前的话也会有这样的课程 教你去如何写简历 如何 因为这边的简历跟中国的简历是截然不同的 教你如何一些简历 你把这些简历准备好以后都发给老师 然后老师呢 好像这次是找了五六个公司吧 然后有一个City of Winnipeg 还有一个Siant Line 还有一个叫什么 好几家公司吧 反正五六家还是七八家公司 然后他会跟这些公司的招聘的人员联系 或者技术部联系 因为老师以前 这个老师以前就是在其中的这里面的一个公司里面工作 然后他就出来教书了 不工作了 他会把所有学生的简历收集起来 然后看这个公司要几个 这个假如说这个公司要两个实习生 他会提前联系 今年的话比较难 难弄 因为好多公司根本都不需要人 不需要实习生 因为大家都是在家办公 所以比较困难 然后他又假如说要两个 他就找五六份简历 发给人家这个 这个人然后看了以后筛选 假如说筛选了三四个 或者是 然后安排一下 然后就会他会告诉 就会联系学生 说是给这个学生 然后有一个interview 就是面试一下 如果你通过面试的话 你就可以去这个公司实习 如果你没有通过的话 人家就可能不要你了 然后老师可能 因为这个到最终才会决定 嗯 然后有可能你的简历会发给 两家或者三家公司 你会接到两个或者三个的面试 有可能这你自己很牛逼 你比这两家或者三家都要了 要了以后 这两三家都想要你去他们公司实习 那老师最终会有决定 老师有最终的决定权 就是他让你去哪一家公司去实习 因为他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去实习嘛 因为这家公司要你 然后另外一家公司也要你 另外一家公司要你 但是不要其他人 所以 因为有些学生假如说 只拿到了一个实习机会 有些可能没拿到啊什么的 所以他就为了让更多的人去实习嘛 他就最终他来决定谁去哪里 最终的话 我看大部分人都拿到了实习机会 有些人是因为家里有孩子 然后不能搬离 他不能他不能去 有些公司是要去到办公室去实习 他不能去太远的地方 所以他就喜欢网络实习的 有些没去 有些就没决定去不去 如果说最在最终 有些人是没有找到实习的话 大家就是在教室里面 现在现在的话就是在家里面 你可以自己弄一个项目 然后让老师看一下 老师觉得这个项目还可行 说你在这两个月时间内 可以把这个开发出来也可以 如果 如果说是你找到实习了 你也可以去你就去直接去实习 但是你如果你已经参与到了这个到人家公司里面去实习 你不能中途退出 不能说是我不去了 我觉得这公司不好的 那你的这个实习就失败了 实习失败以后 你就毕业不了 因为实习也是课程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我呢 现在面试了一家公司 然后已经给我发了这个实习 我可以去实习了 所以这个做AI的公司 具体是做什么 我现在还没有了解清楚 它是做 感觉还是从数据库里面用Python 做一些数据的齐取 然后分析之类的 我我估计到也就是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前端 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嗯 整齐上来说是这样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自己特别牛逼 如果说你在国内有工作经验 刚好你然后又在有编程的经验 你在哪个公司可能工作七八年了 然后来到这边上学上一年 然后你毕业了 在毕业 嗯 在六月底吗 六月底是大家找工作的时候 呃 是准备实习的时候 7月到9月这段时间是实习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 实习之前 你已经找到工作 就是有一家公司还愿意叫你 不管你是实习呢 还是什么 他愿意要 因为你以前有很牛逼的工作经验 假如说在那个京东啊 或者是阿里巴巴呀 什么 其他的牛 很牛逼的公司 什么BAT里面干过的 或者是你有前端呀 后端的开发经验呀 这样的话 他他会有些公司直接就把你招聘了 招聘以后 你也可以直接去工作 你而且你这两个月 你可以是那个公司可以是给你付钱的 因为我们的实习是 这两个月是免费的 就是 学习嘛 就是学习一些 人家公司都在干嘛呀 你进入一个行业 什么模式 如果是那样的话 你是可以 你如果找到 你很牛逼 你有工作经验呀 或者是你没有 你也很牛逼 你找到工作了 你也可以 嗯 带新的 人家如果公司愿意给你出钱 你就可以带新实习 实习 实习完以后 你就相当于继续实习完 就在那公司工作了 一样的 这样的话还是也挺好的 MI77它主要的就是这样的 它通过老师去给你 拿到你们的做简历 老师也会做一定的指导 但是之前的话 你也有 嗯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去学习这边的文化 可以学习这边的简历啊 什么的 到时候到这个时候就会运用上 运用上然后 你把自己的简历做好一点 发给老师 老师会给你分发出去 然后如果你 你幸运的毕业公司选中了 那你就去实习 就是这样 我呢现在是被一家这个叫Saint Line 我搜一下在文尼伯 我还没知道他的 找没找到他的办公地点在哪 好像这个公司在多伦多 还有一个分布 我一搜到多伦多里面了 这情况就是这样 找工作的话 我下面有论语期 关于找工作的论语期吧 拜拜